很高兴能够和大家在干教育平台在这个春天约会 这节课我们继续学习课外古诗词诵读 我们要见面的作者是谁呢 是杨万里 他带来了一首诗 过松原 成吹 七宫殿 习武 我们这节课有三种学习目标 一 诵读诗歌 感悟诗理 二 分析技巧 体会风格 三 拓展阅读 识 成吹体 那么我想请同学们回忆一下 我们在阅读古诗的时候有哪些方法呢 是不是从下面开始呢 首先我们要知诗人 第二 解诗题 第三 读诗歌 第四 明诗意 第五 悟诗情或者悟诗理等等 那么我们这节课呀 就试着用上面的方法来学这首诗 我想问问同学们 还记得诗人杨万里吗 看下这些诗句吧 小石 这是小石当中的 小和财路 尖尖角 早有亲情 递上头 第二个是 接天林夜 无穷碧 定律荷花 别亮红 这是她的 小初尽词寺 还有 儿童挤走 追黄蝶 飞路菜花 无处寻 这是她的哪首呢 素 新式 习宫殿 同学们 你们都知道这些快诗人口的诗歌吧 那么 你们还知道 杨万里啊 她可是我们江西 是我们江西老表 而且呢 她一生创作不断 作诗呢 写了两万多首 特别难能可贵的是 她创造了一种独特的诗题 那叫做 成斋题 被称为 一代诗宗 而且她是南宋中心四大诗人之首 是不是特别的厉害呀 而且呢 我们这组诗啊 她写的是 当时呢 已经是六十五岁 当时呢 有个特殊的背景 她已经从金关被编到当地 一个当小关 所以啊 她在这个地方 能够写出什么样的诗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首先 我们来看一看诗的题目 我们应该怎么读呢 过松原 沉吹西宫殿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是说 她经过松原 松原啊 这个是个地名 就在我们江西异阳与江之间 纯粹是说 她在这里吃 吃了个早饭 西宫殿呢 是更加具体的一个地方 也就是说 诗人在松原 西宫殿这个地方 吃了个早饭 那么 她吃了一次早饭 就为我们带来了六首诗 这个是其中的第五首 她是不是特别的厉害呢 好 那我们看一看 吃了一次早饭 她写了怎样的诗呢 现在呀 请大家跟着来 首先 读一读 自己读一读 注意 读准她的字音 读出节奏 读出韵律 同学们 你们读得怎么样了呢 黄老师也想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过松原 沉吹 西宫殿 喜舞 杨万里 莫言下令 殿无难 钻得行人 错喜欢 正如万山 为子里 一山放出 一山蓝 同学们 看一看 你们有没有读出这些关键字呢 首先 我们要注意它的字音 这个字是读 难 特别是这个字 钻得很特别 是平时的 这里是什么意思呢 书上的就是也有 是片的 还有 注意它的节奏 因为它是一首什么诗呢 对 它是一首 什么诗 是西言绝句 刚好是二二三的节奏 而且它这里还押了韵 押什么呢 男 欢 还有男 押干的韵 那么这首诗 诗人 到底写了哪些景 哪些事 哪些人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过松原 沉吹西工变 喜舞 杨万里 末延下里便无难 这里是什么意思呢 不要说 不要说 下了山里就没有困难了 我先想一下 诗人的意思是什么呢 诗人的意思是什么呢 不要说 从山里下下来就没有困难了 说明 诗人他认为 是的 他认为 下岭是有困难的 我们一般来说 老师觉得去山山的时候觉得非常难 可是我们爬完山 征服了高山之后 要下来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很轻松 心情很愉快呀 可是杨万里他觉得不是那么容易的 为什么呀 很好奇是不是 我们接着 继续来看 他写了什么 钻的行人 错喜欢 刚刚说了 钻的是什么意思呢 还记得吗 骗的 骗的 行人 就是游山的人 刚刚爬过山然后下来的人 这里有个词 错喜欢 怎么就错了呢 这个错是指什么意思啊 白白的 喜欢了一场 也就是说 白高兴一场了 可能说高兴得太早了 是不是 你看 莫言下令 遍无难 钻的 行人 错喜欢 为什么会错喜欢呢 同学们想一下 诗人的后面两句话 有没有解答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后面两句 正路 万山为子里 一山放出 一山来 我们先看前面一句 正路 刚刚说了 这里是一个通假字 书上也有 是正 正正路还有一个词 万山 万山是什么呀 是诗人下山以后 面前真的有一万座山吗 对 他用了什么修辞 你想到了吗 是的 他用了 夸张 我们在古诗词当中啊 经常有很多这样的诗句 比如 李白的 飞游直下三千尺 这个三啊 和这里的万一样 都是直多的意思 在这里是说 我被万重山 很多很多城的山 重山俱灵给 干嘛呢 这里有个字 为子里 大家可以想象这个画面 诗人啊 爬完一座山下来以后 发现 前面 周围 四处 都有万山在干嘛呢 围着我们 大家想一下 我们被万重山围着是什么感觉 至少黄老师觉得 如果我被那么多山围着 肯定会觉得很压力 是不是 那么看看 所以诗人才会说 一座山 让你经过 把你放出来了 亲眼 给我们让路了 可是还干嘛呢 我们能不能最高兴了 放过我了 我就心高财力的回家了 发现 在中途中 还有一座山 干嘛呢 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词 拦着我 说 不许走 是不是 所以诗人觉得 我们解释了吧 解释前面也明白 莫言下令 便如难 特别是这个词 我们要中读 一起来跟读 莫言下令 不要说 莫言下令 便如难 作案的行人 错喜欢 正如万山为子里 一山放过 一山放出 一山来 他没有放过 我们 他没有放过 我们 他没有放过 我们 他放出了 我们 我们还是不要这样的决心 同学们 脑海里 是不是有这样一幅画面了呢 那么 黄老师在网上也查了一幅图 我觉得这幅图挺符合 我们这个诗的意境 你们觉得呢 我们一起来试着回忆 根据这幅图 参考这幅图 来回忆刚才那首诗 你看 莫言下令 便如难 便没有困难了 为什么 拽的行人 我可以回家了 对吧 错喜欢 然后呢 解释了 正如万山 圈子 为子里 像包围圈一样的 一山放出 一山来 我觉得挺形象的 你们试着结合这幅图 来 现场再回忆 回忆这首诗 你呢 我们试着结合 受账大家的一山来 适合你 这一山来讲 不得了一下 很多可能 很少的 会发达到眼底 不得了一山位 空气 低速 来回忆 微信 并不得了一山 同学们 你们能不能 理解它 是有什么的都有oa 没有 都不知道 根据图画参考 理解它了吗 其实啊 这首诗啊 至今还被许多 你看这一幅书法作品 还被许多书法作品 书法家呢 拿来写 拿来用 让我们后人一直在那流传 可你们是不是也喜欢这首诗的呢 我们来一起来看一看 你们可以圈点勾画最喜欢的关键词 写一写 在书上写一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学们 你们写好了吗 每首诗啊 都有自己独特的企业 黄老师在预论这首诗的时候 我觉得 这首诗给我感觉 都非常的 应该说非常的形象 特别是这几个字啊 我们像 转的 转的行人 错喜欢 这个转的就和后面的 错型的结合 他觉得让我很好奇 为什么 我们平常认为下山容易 他觉得下山不容易 就骗得我们行人空欢喜呢 我觉得让我能够继续进入了阅读这首诗 因为后面两句诗就告诉我们答案 我们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阳万里认为是骗得行人空喜欢了吗 就是后面两句 就是正路万山为子里 一山放出 一山蓝 是不是已经非常的具体和清楚了呢 所以啊 后面 最后一句诗当中的两个字 我觉得也能够把阳万里啊 他用词非常的形象给体现出来了 这也是一看出来 他写作的时候呢 非常算于五桌自然界中的警务的一些动作 你看这个动作 放你出去 拦着你 是不是非常形象 那个山放你了 老婆拦你了 就给我们感觉具体形象 所以啊 这其实也是他这种 给予自然界中的警务 以生命和灵性的一种写法 每个诗呢 很多人都会表达他的一定的哲理 那么这首诗 我们刚刚说了 有山 有岭 有万山 那么他对我们来说 有没有什么启发呢 有没有告诉我们一定的道理呢 诗人呢 您写什么呢 您写什么感受 对 就是下山并不那么容易 实际上啊 字里并含着一定的人生哲理 我们可以结合注释和阅读提示 来思考一下 同学们 你们想好了吗 这首诗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 啊 我们啊 最好不要被眼前的顺境所迷惑 诗人 眼前的顺境是指什么呢 就是 刚刚下了一座山 就以为是到达了圣子底岸 而是要放远 长远 为什么呢 他这里把山就可以看作是人生岛重重的困难 因为后面还有无数的座山 要有克服困难的这种心理准备 这里也有一个词 叫做旅显如夷 旅 这里本来是鞋子 这里用作渡词是指踩踏 夷是指平踩 踩踏这危险的地方啊 就像行走在平地一样 比如呢 能够平安地度过困境 为什么诗人会觉得 要驴驴驴驴驴驴呢 那是因为他有了充分的心理准备 我想啊 这也是杨万里和我们普通人 不一样的地方 他能够看到一座山下山之后 其他更多的困难 其实啊 这是和诗人这种人生经历有关 我们来看一看杨万里 除了是一旦失踪之外 他还是什么呢 他呀 还是南宋的大臣 同学们 你们了解南宋吗 我们可以结合一下当时的时代背景 那个时候 南宋朝的时期呢 京 京 京 南 清 有了敬堂之耻 北宋灭亡 然后 宋高宗照够被迫南迁 建了南宋 这时候 南宋的朝廷呢 有两派 以皇帝 还有秦桧一首高官 他们是主和 希望彼此获得暂时的安宁 可是 彼 岳飞 星系集 陆游等 他们都是主战者 想要通过战争 赢回失去的土地 可是 他们要么获得重用 要么呢 获得善终 那诗人杨万里啊 他也是主战海的一员 他曾多次上书 劝皇帝一定要进去 可是呢 皇帝却不待见他 而且 还把他派放到了下面的地方 搭一个小关 所以 他认为人生啊 就像万重山一样 一山更与一山 特别是他这种理念 他呢 学会用其他的景物来表达 这也是他写作的一种风格 我们来看一看啊 在轻松的 愉快的谈笑中 对他人生的坎坷啊 他进行了一段调谈 让他表述的更加的明白 如画 这也是他诗歌的这种风格 语言呢 非常的诙谐和幽默 特别是他的绝句 他非常擅长于捕捉瞬间的景物 动作 感受和心情 比如说刚才的夏岭 我们一般人可能下山没有想到过 爬完一座山之后还有一座山 可是诗人杨万里却想到了 这也是和他的创作理念有关 他认为一味的模仿是没有出路的 刚开始的时候他也是向前人 向这个大师学习 后面发现他认为原创才是王道 所以他很有创新的意识 把生活中见到的山和水和自己的生活融入在一起 就非常具有生活的情绪 独创了这个成哉体 所以啊 我们为这位江西老表 为他点赞 他可是我们江西的骄傲 可能我们刚才学了第一一首 可能对成哉体还不是太了解 下面我们再来阅读两首 请用刚才学习的方法 从解诗题 读诗文 读诗歌 名诗意开始 你们试着读一读这首诗吧 同学们 你们读得怎么样呢 我们一起来读一读 闲居初夏五十几 其一 从情目我们知道 他是在写这首诗的时间是初夏 而且刚刚干嘛呢 睡完午觉起来了 这里有词 其一代表他写的是第一首 为什么 他五十起来以后 他发现了什么 写了哪些景物 发生了哪些事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梅子硫酸 软齿芽 芭蕉分泌 雨窗沙 日常睡起 无情思 闲看儿童 捉柳花 你们明白它意思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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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这里是说 看见了梅子 看见的芭蕉 这里有个词 酸是 酸是 味觉 而这个呢 绿呢 是用了视觉 写得很好 下面呢 发生了什么事 是 睡来以后 无情思 闲看儿童 捉柳花 同学们想一下 哪个词用得特别的好 哦 素师也觉得这个词用得很好的 你看 闲看儿童 捉柳花 柳花就是觉得柳絮 同学们见过柳絮吗 柳絮飘飞在空中 儿童在追赶着它 你看 诗人啊 就把自己起床用睡起来之后 所看到的事情 用失去的形式给记录了下来 这样就可以看出诗人 他观察得非常的仔细 特别是哪个地方 我们再来读一读 梅子硫酸 软齿牙 芭蕉蜂绿与创杀 日常睡起 无情思 闲踏儿童 捉柳花 来个词写得特别的形象 好 刚说了 除了酸 硫害的词 硫 残留在牙齿中 同学们联系一下我们生活的实际 我们在吃梅子正式的青梅 初夏的时候可能将熟未熟 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 还有一些酸味写出来了 还有呢 这里有个词 我会写得特别好 你们觉得呢 芭蕉蜂绿与创杀 大家想象 初夏的时节 刚刚四晚五叫起来 阳光中午的时候 阳光可能比较强烈 就照在了 嗯 照在芭蕉上 印 印造了 把那绿工印在了这个沙头上 可见 作者观察得非常仔细 他善于捕捉身边的景物 事物 并且把它给写下来了 日常世纪无情思 这个无情思前面也有提到就是 他没有什么想做的 那看出来 我们睡觉起来的时候 是不是也刚开始的时候 也是有点点懒人羊的 诗人发现了什么 发现了眼前有一群儿童 儿童正在柳树下开心的捉柳花呢 你看 是不是把诗人这种同心同趣给写出来的呢 而且也可以看出 他对在闲居在乡村的生活 还是非常喜爱的 可以看出他什么样的心情啊 对 这里有个字 显示 显看儿童 桌柳花 也和题目这个字怎么样呢 和题目怎样呢 对 相互的呼应 这首诗啊 可以看出我们羊外的写诗 也和前面的一样 和过松原层追七宫殿一样 写得非常的细致 生动 特别是这一首啊 闲居 初夏午睡起 看出来很有生活的情绪 那么我们再来看后卖一首 我们也用钢下的方法 试着来读一读 读的时候你想一想 这首诗和我们的过松原成春西宫殿 其用当中有什么不同点呢 读学们 你们找到了吗 我们一起来读一读 贵园赴阳万里 万山不许一溪奔 蓝得西深日夜悬 道得前头山脚静 堂堂西水出前村 和我们的过松原成春西宫殿起舞当中 有什么一样呢 你们发现了吗 对 它都提到了什么呢 提到了万山 不同点在哪呢 哦 它多了一条什么呀 小溪 那么这是一条怎样的小溪呢 我们来看一看 所以它怎样的小溪呢 根据意思呢 万山不许一溪奔 就是寻风万山中有一条小溪 想要从下往下往前奔流 这里有个动词奔 可是呢 山却拦住了它 这里有个背大形象 牺牲 蓝的牺牲 用的听觉 日夜悬 这里还有 悬到以后怎么样 你们想一下 有没有成效 啊 都有的 都有的 它来到了山脚间 山脚的尽头 不仅来到了山脚尽头 它还 对 通过鲜华的鲜声 已经变成了堂堂盛大的西水 已经从山脚到了前村 同学们 刚才你们读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 这是一条怎样的小溪 这是一条怎样的小溪呢 想一想吧 它有没有和我们 这是今天学的过松原 沉吹西风垫一样 有没有运海一定的道理呢 所以同学已经想好了 我们来看一看 它首先都是哲以时 而且告诉我们 你看 西水往前奔 蓝它 可是它呢 有没有阻 停止 而是一直在主动的去旋 而且呢 有了行动 所以 这是一条怎样的小溪 是一条不怕困难 不愿被束缚的小溪 而且它勇于 冲破困难 所以它有它的 深刻的哲理 告诉我们 无论做什么事 都要有不怕困难 去冲破阻碍的精神 但是诗人啊 写这种诗不是直白的 它借助了拟人 而且用了很多的动词 这就是他诗人啊 写存在体的风格 好 那同学可能也会有疑问 这个贵员库 你们知道什么意思呢 它这里啊 是定义 所以我们如果发现 诗的题目有哪里不懂的 也可以查阅一下资料 好 那么 这首诗的特点就是细致生动 清新自然 我们看一看 学了前面的三首诗 承担体总体风格是什么呢 一个是细致生动 一样清新自然 第三 幽默诽谐 第四 有生活的情绪 是的 我们这些课呀 主要呢 呃 有 希望同学们通过 刚才一起的学习呢 能够初步的掌握 第一 就是我们阅读古诗 有哪些方法还记得吗 首先我们要 对 知诗人 解诗题 读诗歌 名诗意 误诗情 或者误诗理 等等 希望同学们 对你们学习有一点点的收获和启发 第二个呢 我们还要学会在哲理诗当中 感固它 蕴含着这样深刻的哲理 第三呢 就是我们还可以通过 阅读同诗人的作品 或者是同主题的作品 或者是不同主题的作品 去加深对他同一种风格的理解 另外啊 我们还认识了 加深认识的一个人 他叫做 杨万里 他非常的热爱生活 热爱大自然 而且他善于捕捉大自然中的景物 赋予他们以深刻的责理 或者是赋予深刻感情 可以看出来 他善于发现 善于思考 极具有创造力 是的 其实我们生活中啊 处处具有诗意 只要同学们 具有一颗诗心 具有一双诗眼 你就会发现 生活中处处是美 送给大家一句话 生活中并不缺少诗 而是缺少一双发现诗的眼睛 希望同学们能够像杨万里一样 做一名具有诗心 具有慧眼的一位小诗人 明天啊 就是世界读书日 希望同学们能够养殖 悦语的习惯 课后请你们搜集 并诵读两首 神摘体风格的诗歌 谢谢 人中15人丧生 一人生还 报道说 生还者